我刚发现同学有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地方 因为我自有把它变大 工具选项 我钻学风格 我把它设定到12 真的是更大 会有个问题 像这个公式这么长 我刚刚看到就有同学 拉来拉去 可是问题 同学就会想说 有没有办法 干脆按个Enter 让它直接变两行 你想说好吧 也许试一下 试错了没关系 Enter一下 可是它马上变成红色字 为什么 因为它不允许 你随便Enter 但是不合理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说 你层次写那么长 你总不可能拉来拉去 拉来拉去 实在太 所以基本上 它如果要变两行是可以的 只是说它一样有个规则 什么规则 你要加一个符号 让它知道你要换行 而且要加对地方 你不能乱加 所以第一个要加在哪里 请各位找一下 刚刚我们有i 有好几个i 请你找i 前后不是有串接符号 我的习惯是在串接符号的 习惯在后面这个 后面的串接符号 的空白 串接符号空白 后面加一个什么 underline底线 关键就在这里 加的位置 是在 end符号的后面的空白 的后面 加一个underline之后 你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一切就不一样了 怎么说呢 因为它不会发生错误了 就是告诉它说 后面那一行跟上面那一行 是加在一起的 就OK了 所以特别最后 以后习惯上是这样 就是找那个串接符号 反正串接符号一定有两个 那你说老师 那我加在前面这个可不可以 前面这个也可以 只是说 就感觉怪怪的 好像加在后面那个 比较合理一点 程式比较不会 好像看到一半 中段后面没有东西 所以我的习惯是 找那个后面的这一个 然后后面这一个的空白 加一个underline enter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你等一下爱怎么 换行就怎么换行 你爱多个几行也没关系 你想说一次就给它换多行一点 这样感觉比较够本 OK 就像那个下个礼拜 其实下礼拜是 那个我们停一次课 还记得吧 OK 因为主要下个礼拜 刚好就出国玩 然后刚好就买了一张 那个可以无限制作新干线的票 那个日本新干 我想说日本新干线还没错过 想说买来看 那价钱有点贵 不过虽然有点贵 大概做两趟就回本 所以我打算 而且它可以做七天 七天无限制作 我想说那我干脆我饭店 就住在那个中间那个站 然后呢我就步行 我就把新干线当结缘来做 这样绝对回本 不过我老婆说不要这样 就是说出去玩 我们是去玩 不是一直在坐车 她很讨厌我一直在坐车 所以我就买了一张那个 JR Pass的票 我算一下真的坐两张就回本 因为那个高铁跟新干线比起来 新干线还是高铁的两倍 如果距离算下来的话 高铁还一半的价钱而已 所以可见那个新干线很贵 但它那个Pass券只能外国人去买 然后我想说买来试试看看 没做过 所以下个礼拜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停一次课 所以下礼拜不上课 所以我有请 就是有一次OK 那趁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也第四次上课 所以刚好中间 你们也可以回去 好好把我们那个城市 好好练习一下 你们前面讲过的东西 请务必要熟练 因为后面如果你没有熟练 后面的城市你会越跟不上 因为我们只会在这个基础之上 越跌越多OK 所以刚刚重点 特别注意哦 就是你请你在这个后面 加那个这个underline底线部分 那就可以完成 那再来的话 其他像那个e-day等等的这些 也许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最后我们是希望说 综合练习题 这个地方是希望怎么样 可以产生第一天 比如第一天是2018年的1月1号 那我希望按个enter 自动全部把一整年全部都产生 那可能需要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增加2到12月的每一天 所以2月1号到12月1号 再来的话呢 底下这边是再怎么样呢 等于上面这个日期加一天 因为它是数字嘛 加一天之后呢 自动再把格式带过来 OK 不过宽度不足 拉一下 好没有 那你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OK 1月份出来了 那2月份你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有个e-day e-day 实际上就是多几个月 e-day只有跟月有关 然后月份 所以这一天相差一个月 意思就是说这个月 这个1月1号的下一个月的1号 那就2月1号 按确定之后 那你把它向右填满 每一天都出来了 所以当然宽度不足 你可以常用里面 你可以用什么呢 格式里面自动条篮宽 让它可以什么 12月1号都出来 那再来你可以什么 加一有没有 向下 向右 到12月放开 那如果我希望呢 它能够一整年的年历都产生的话 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有可能 可是呢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边有没有发现 就是2月下面会多3月的 太多了 有没有 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所以呢只要不是31天的 都会多出 这个不应该出现的日期 那怎么办呢 怎么样做会比较快 OK 这里面的话 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按delete 不过呢 这个不是要你用delete 用delete的话呢 当然就不用讲了 所以你可能怎么样 你要先判断什么 你即将产生的月份 的曼时一不一样 月份一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就等于空的 不要出现 但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那这个空的下一个呢 会变成错误 因为他上面曼时给他空的 他会出现错误讯息 那怎么样把这些解掉 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年历部分的话 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 因为刚刚我中间 只有休息一次 所以可能我们 大概时间也差不多 不然今天的话 原则上我们就先讲到年历这个部分 那下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再把这个年历部分 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 我们要把一整年的年历给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把礼拜六礼拜天的格式加上去 比如礼拜六希望一个颜色 礼拜天一个颜色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绝对不是用 那个什么 用那个土法链刚做的 那如果说你要加格式的话 讲过用里面的函数是不行的 所以你这个地方 大概就只能用两个方法 一个不就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设定格式化条件 但是格式化条件里面有一些规则 规则是礼拜六 可是礼拜六 规则里面有没有礼拜六这个东西 礼拜天这个东西 好像没有 所以要怎么做 但第二个 如果用SAP来做的话 用VBA有没有办法做 有 可以做 那可是问题呢 要怎么样给储存格 帮我做格式化 这个我想回去请各位试一下 那做完之后还有一个就是 刚刚有demo给各位看了 插入列 有没有 因为做完年例之后 但如果你要加形式例 没有空白的地方怎么加 总不可能加在注解吧 太麻烦了 所以怎么样插入一个空白列 而且是一键按下去自动跑出来 其实我觉得插入列跟三十五列还蛮好用的 因为你会发现插入两列 插入三列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 因为今天时间 我们中间没有下 有一次没下课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日期时间部分的话 回去再多练习 下个礼拜不上课 不过YouTube上的影片一直都会在 也就下个礼拜没上课的话 回去可以再把前面的课程复习一下 然后云端的东西也再把它熟练一下 尽量还是要多多练习 好